提供老師求 後學在心裡就跟老師說 說老師啊 弟子會加兵努力的學習 弟子呢 也非常崇拜孔夫子的聖德 弟子呢 也立志要學習 諸佛菩薩的聖德 可是 弟子很笨 很多地方呢 弟子都看不懂 沒有辦法體會其中的意思 求求老師慈悲 要為弟子加鈴加智慧吧 就這樣子在心裡面跟濟公老師求 結果非常神奇的當天晚上 後學竟然夢見濟公老師拿著寶扇 在後學的頭上這樣悄悄打打的 好像在整修房子一樣 醒來的時候呢 哇 感覺精神感覺從所未有的那種無比的舒暢 非常神奇的發現說 從那次以後呢 這讀起經典來似乎不再那麼吃力 也比較容易能夠意會了 這樣的一個神奇感應呢 就讓後學想到了 論語這個數學篇裡面有這麼一段 子曰不奮不起 不匪不發 舉一以 不以三於反 則不復也 這意思是說 孔夫子他曾經說過 他教導學生的方法呢 是十分重視求知的動機 以及這個啟發 他要求學生呢 要自己主動的去思辨這個事理 而不是呢 只是被動的依循著學習或是死技而已 他說齁 我教導學生的時候呢 他如果不對道理呢 先去思考 想求明白呢 但仍然有所疑惑的時候 我是不會去開導他的 如果呢 他是 他如果不是已經經過思慮了 但是因為只是困在某個關鍵處 想要表達 想要說 又說不出來的時候呢 我是不會去啟發他的 如果我舉一個四方形的東西為例子 我已經提示他一個角了 而他卻還不能自己去推想到其他三個角 這樣子呢 我就不再教導他了 從這段話當中呢 孔夫子他是強調了 主動學習和思辨能力的重要 這缺乏主動學習和思辨能力的人呢 就只能一味地接受別人的說法 然後沒有辦法自己去自我推論 所以得到的那個知識呢 也是有限 也不夠紮實 所以各位優秀的淺顯們 當我們遇到困難的時候呢 我們要求老天爺幫忙 我們要求先佛播種的同時 是不是自身也應該要有所努力啊 對於這個算命也是一樣啊 你與其迷信這個算命呢 消極的任命不如怎麼樣 不如積極的知命 勇於的立命 與其想要知道自己的命運好壞 不如把握學習與修道的因緣呢 努力盡盡地改掉自己不好的秉信 積極的多行功利得 這樣子呢 才能夠真正地為自己創造這個 不同凡響的命 光是知道自己的命運不好 然後又不肯積極地去運自己的命 老是依賴先佛加持也是沒有用的 所以既然有很多事情呢 我們是有辦法扭轉的 就要努力地去做 而且不是說只是光在那邊一直求先佛 如果求來了 你沒有得氣可以保住 也是沒有用的啊 比如說 你脾氣不好 那得不到老闆的重視 那因此呢 工作不順心 不如意 假使是這個樣子 你不從你自身的這個脾氣 毛病去修改 然後一直求先佛 讓你工作順利 這樣有用嗎 也是沒有用的 所以 凡事呢 我們只要盡自己的力量 其他的就交給上天安排了 只要你進了心之後呢 能夠 就能夠發心的努力修德 只要你發心的努力修德 你就能感動上天 就可以改變一切的不可能 雖然這個命呢 是由天助的 但是我們也要誠心地修道 多行功利得 是可以改變命運的哦 因為要有好的命運呢 我們都知道 總修道這條路是准不會錯的 自成呢 可以扭轉我們自己的命運 有時候 讓自己習慣多磕頭 在多磕頭的這樣的一個習慣當中 你會發現自己的心性啊 自己的思緒呢 會越來越明朗 這個時候你才能夠真正地找到自己的真主人 而且呢 你會更清楚地去了解說 我的一天當中 我每一分每一秒 我要怎麼去 去盡這個上天賦予我的使命 我要怎麼去做 合乎天心的事情 所以有一句話說 順天者昌 逆天者亡 只要你有這樣的一個認知 你有這樣的覺悟 自然而然呢 你就會順著這個 往天堂的路走了 看看現今 天災人禍這麼的多 都是因為人心的起伏不定 因為人們一直在追求 做事情呢 不按天理良心去做 才會招來這麼多的天災人禍 前幾天 後學還聽同修說過一則 說了一則讓人家非常震撼的新聞 他說 有那個不孝商人 把那個免洗塊回收之後呢 然後用那個化學藥品去泡 把這個免洗塊泡的脆脆的就變成筍乾了 然後再把它當成那個好吃的高山的筍乾 拿去市場賣 哇 天的真是嚇死了 太恐怖了 害我現在都看到筍乾都不敢吃了 真是沒良心 這是現在的事局變成這個樣子 我們呢 也不是只有在那邊感嘆而已 我們更要發揮更大的慈悲心 發揮更大的心願 多多的傳播人意道德的這些善知識呢 去度化更多更多迷媚無明的眾生 用自己有限的生命呢 為這個世界呢 多做一點事 各位優秀的前嫌 這個我們修道都知道 最先要懂得先立志 因為你立了志之後呢 你有了方向目標 你就能推動 推行 如果你不立志呢 你沒有方向目標呢 就很難成就你的聖夜 但是這個志向有很多種哦 第一種 夏志 夏志是什麼 凡夫之志 因為陰世男女啊 圖想最深夢史的 這樣的一個生活 再來呢 宗志 宗志呢 就是民力之志 追求富貴公民這些 再來呢 就是喪志 喪志是什麼 事公之志 意思就是說 你志在做英雄豪傑 但是 即使你想做英雄豪傑呢 你跟聖能的差別又差了好大一截 因為 英雄呢 他要戰勝的是別人 而聖能呢 他是要戰勝自己的心魔 所以我們要立什麼字呢 我們要立喪喪志 就是效法聖賢先佛 效法天地的這樣的一個志向 有一句話說 欲作先佛龍相 先作眾生流馬 那什麼是眾生的流馬呢 或許來講一個四根蠟燭的故事 第一根蠟燭呢 它是一根從來沒有燃燒過的蠟燭 就在這個眾多的人群當中呢 漫無目標的 失去人生的方向